一张大大的道歉启示 就贴在大卖场最喜目处 中奖活动为误刊 尽情见谅 让前来消费的民众议论纷纷 原来就在10号 花莲这家连锁大卖场出了包 中午12点 LINE会员群主突然收到 这样一封中奖通知 恭喜抽中周纳香一个 正当所有会员开心得不得了 准备前往领取 却在27分钟后 又收到一则简讯通知 原来刚刚中奖简讯是物质 半小时内民众心情如洗三温暖 我老婆在现场看到很多人 然后会来消息 就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刚刚发那个讯息有问题 待在家的心情超闷 感到现场兑换的民众 则是超不能接受 一封错误的中奖简讯人都来了 卖场却只有一句抱歉就想打发 连销保官都认为 业者得负起责任 那当然还可以根据民法88条 来做一个撤销的一个意思表示 更正的时间 就是12点到12点27分的当中 如果已经有人到了现场 要去领取所谓的 这一个收纳箱的时候 都自行提出一个处理的方案 究竟有多少人当天假日为了简讯 傻傻浪费时间 到现场又被请回 又是否对于消费者有所补偿 对此业者方面低调 不愿多说 仅表示会在研议 这里有几架炎镜宇 花脸报导